我们是今年3月29号从瑞典回来的 那么现在运动员基本上已经开始集结了 集结了就是在我们是五一的期间 队伍全部都会归队了 然后我们最终呢就是进行了这五一期间 进行了就是适应性的训练 这个一线的运动员 像隋文静韩从准备开始编排 他们也在外面呢开始找这个舞蹈老师 进行舞蹈课的训练 彭仲金阳换新鞋 那么也在准备新赛季 短节目的音乐的选取和风格的一个确认 那么我们其他的人都比较正常都已经进队 适应性训练已经开始了 然后其他还有一些这个青少年的呀 还有一些这个也都开始都很正常 他们一直都在这边训练 那么今年呢从整体上来看呢 我们首先是要很好的总结 我们世界紧张赛和上一个赛季 通过适应赛之后呢 反馈出来的一些问题 我们今天上午在科研组呢 我们又开了会 就是在就这个我们大运动员单人跳 就在节目比赛当中 节目丢分的主要的位置 我们进行了研讨 那么从技术上啊 我们可能下部还要相续的 还要去再进行这个开会 然后真正的去确定新赛季的一些 备战的一些方案 就觉得还有200多天 就进入我们比较重要的奥运会 然后我觉得首先对我们来说是 任务虽然重 压力也会有一些 但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动力 升级的270多天嘛 每一天都很珍贵 心态方面就是遇到很多挫折 然后也是自己总结了很多的经验 然后也知道去哪种方向去拼吧 然后因为最后一年200多天了 对于我来说 我们就是没有回头的余地 然后不留遗憾就好 现在就是非常明确目标了 然后就是本地目标努力就行 然后第一是稳定一下自己的技术动作 就是最终目标还是希望可以登上奥运会的赛场 然后可以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然后正确可以演绎出比较完美两套节目 在这儿我提高了我的体能和跳跃 因为滑了三个半小时每天 然后跳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提高了 这样子我喜欢跟大家训练 跟团队训练 有一个team spirit 和就是跟大家训练就 很motivate我自己